常常女的肌豆芝麻 七起 哼哼哼哼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Gin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日本的戰利品 就是比較偏美妝系列的戰利品 那我這次買的東西 沒有很多 然後還有包含一點比較 不是用在臉上的東西 就是一起跟大家分享 好 首先因為我現在 臉上呢是化好的底妝 而已 就是只有打底 那我現在就是會用我 剛買的這些東西 稍微的補到我的臉上 第一要先跟大家分享這個 這個應該也算是 蠻新的新品 是CAMEC的眼影 然後色號是32號 它裡面的顏色配色 是這樣的 有一個紅色 咖啡色 跟淺白色 那這一顆我已經是用過了 我對它其實沒有非常驚艷 但還是一起畫在眼睛上面給大家看 素不定大家會很喜歡 那我先刷在手上 這一顆的特色是 我覺得它不太飛粉 然後它顯色度啊 飽和度也都算是蠻高 而且它可以很輕易的用刷子沾起來 那它的亮粉呢 這三個顏色的亮粉 都不是很明顯的那種亮粉 這顆的紅色啊 是比較偏 粉紅色的眼影 所以我覺得它配起來不是 這麼好上手 但是還是可以試一試 三個顏色分別是這樣 可是他們帶的那個珠光色 非常非常的小 那我現在就直接刷在眼睛上面 先沾這個白色 這白色我其實不是很喜歡 因為它的珠光其實不是很漂亮的珠光色 打在眼皮會有一點點亮亮的感覺 但它還是粉霧感的質地居多 可以看到它刷到我眼睛上面的那個 白色會不見 所以它這塊眼影其實是比較偏透明感的眼影色 但是壞處就是你沒有辦法刷臥產 因為你刷上去就會變得透明 然後就只有一點一點一點的亮片而已 然後一樣是刷這個粉紅色 它的好處就是它真的 很容易沾在刷子上面 刷起來還蠻顯色的 然後也很好暈染 刷這個咖啡色 我自己個人對這一塊呢 我原本是很期待的 但是我後來用幾次下來 我覺得這兩個顏色都還算是蠻實用 但是這個淺白色它的 它的雙色度太減 就是它沒有辦法 有一層薄薄的顏色在眼睛上面 那看起來就會 一粉就一層亮光 塑光不是很細緻的那種塑光 就會感覺眼皮上面有一種油油的感覺 所以 這一顆就是大家可以去磨磨看了 說不定有人會喜歡這一種效果 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我是不太喜歡他的 好的那接下來 再來 我來擦一下這個蜜粉好了 這個蜜粉 今天陽光有點太強了 只是看不清楚 蜜粉真的長得無敵可愛耶 超級可愛 其實我這次彩妝的部分好像就只有買到KMAK KMAK的那個上架速度在日本非常的快 每次去都可以看到新的台灣沒有上市的東西 所以這次好像都是買KMAK的東西 其他的日系品牌的開架商品台灣都有 所以就沒有買了 大概很簡單 就... 全白的 哎呀 這樣 全白的 好 我來用用看喔 然後它這裡面是有附鏡子的 我覺得還不錯 小小一個外出補妝應該很方便 而且它整體的質感超好的耶 其實它雖然是塑膠 但是這個地方很有重量 然後這裡的塑膠也不會感覺很噁價 它在手上超透的耶 幾乎是沒有粉感 很透明很透明的蜜粉 擦上去不會變得白白的 然後很...很不嫌乾耶 我現在... 有點懷疑我自己到底有沒有刷到這個蜜粉 因為我看起來... 擦起來完全不會乾 我已經擦很多了 然後擦完之後 會變得比較... 霧面... 的妝效 就會比較有妝感一點 但是它其實是沒有顏色的 就是把... 把油光帶掉的感覺 這個很不錯耶 現在看鏡頭 我覺得這邊的... 皮膚變得比較... 平順 就是... 偏霧面的妝效 但是又不會讓我的臉上看起來很乾燥 而且我剛剛其實擦蠻多的 好 下一位 下一位是它 KMAC的修容餅 就是小花盤的那一盤的修容色 那我選的顏色是02號 它顏色看起來不...不深 所以... 這樣比起來我感覺... 不太夠我用 嗯... 看不太出來耶 這個是... 這個... 這個真的是... 用刷子磚是有咖啡色的粉泡出來 但是我真的覺得這顏色... 很不夠我用 看不太出來 我真的刷不出顏色 我真的刷不出顏色 我這種黃皮 我擦起來真的是沒有感覺耶 怎麼那麼可憐 這塊白色的質感 我是覺得不是很好 它白色的有點像那種... 就你們看我手上 它沾的... 不是很均勻的那種白色 而且它上面其實是沒有燭光色 所以... 打亮的話可能也打不出個什麼所以啦 就是稍微的變白一點點而已 好的 這一盤就是... 我也放棄它了 這顏色對我來說真的是太淺了 接下來我要擦這個 這個是... 睫毛打底 它好像是可以讓... 睫毛... 變得更捲翹的一個小工具 那我現在來試試看 右邊把它上... 這個... 睫毛的捲翹打底 它像這樣 是全透明的 然後有一根是梳子 嗯... 它刷完上面 睫毛會有一層白白的感覺 這邊... 這邊... 還沒有刷睫毛膏 然後看起來... 會變成一束一束的 比較濃密一點 然後這邊是夾完的 那我現在刷睫毛膏上來看看 它刷完會有很明顯的髒狼角 還是... 還是我刷錯了 真的變得很翹很翹 然後... 它也有增加濃密跟纖長的效果 然後這邊就是... 單純刷的而已 這邊非常明顯的變得很翹 那這一支它的用法是蠻多種的 你可以像我剛剛一樣當打底用 它會讓你的睫毛有固定的感覺 所以你夾完睫毛或者是燙完睫毛 直接刷上去 它就會幫你定型 有種定型噴霧的效果 然後... 它也可以當成睫毛羽衣用 但是... 我自己是... 個人是比較偏向打底 因為它其實是可以幫助你的... 睫毛有增長還有變濃密的效果 所以... 當成打底用的效果應該會好很多 那我記得它也有賣黑色的 如果你只是想要單純的 你不想上睫毛膏 你只是想要讓睫毛變得翹翹的話 你可以買黑色的試試看 這個是透明的 那... 你們現在看我的睫毛 這邊的睫毛真的是... 很...很...很往上飛 那我在想它這個糾結的狀況 可能是因為我剛買 所以它裡面的那個東西比較多 然後比較... 比較濃一點 我之後再來固定的用一用看 目前用起來的感覺它真的 還蠻強效的 就是效果有點驚人 好...那繼續看我們還買了些什麼 我還買了一個... 很可愛的海綿球組合 就像這樣 我這完全就是被它的外表所迷惑 有沒有...很可愛 它是三個球球 它裡面是紫色粉色跟一個綠色 很可愛 三個顏色 紫色粉色跟這個綠色 它裡面三個形狀都不一樣 這個是這種... 小大便的形狀 有看到... 小大便 然後... 這個是... 紫色大便 但是它還有切一塊 紫色大便 再...這個是... 蛋的形狀 然後下面一樣有切角 我去... 沾一個看會不會變大 不曉得... 它真的好可愛 而且... 好小一顆喔 好小... 難怪手上好不習慣喔 超級可愛的 紫色小大便長大了 一點點 但還是很小 看... 這個是比較小的 然後這個比較大 好可愛喔 那很像是那個... 五老鍋裡面的那個... 冰...冰淇淋豆腐嘛 就長這樣啊 超級Q的 然後它摸起來的手感很好 它... 這樣子摸的時候是蠻扎實的 但它... 沖完水之後變得很柔軟 然後也很有彈性 我之後會好好用它來上妝看看 因為它... 現在摸起來的觸感是我非常喜歡的 接下來我還買了一包... 凡爾賽玫瑰的... 嗯... 早安面膜 外表真的是會很欠滿 它很像是... 你敷了之後 你... 你就可以這樣... 閃閃發亮 キラキラ的 我覺得看到這個... 這個外包之後 我就一直很想笑 但這個真的很好笑 而且在這邊有那個... 有那個... 圖案 但是... 它的那個管家跟公主說... 公主公主 你忘記敷今天的那個... 面膜了 好可愛喔 好好笑喔 我買的應該是保濕款的... 只是說我覺得敷起來還好 它裡面就是這樣子... 一片一片的 然後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 我們一般在敷的... 早安面膜... 就這樣快速面膜的話 面膜質會比較薄 但它這個是比較厚一點 也沾得滿濕的 只是它... 它的這個... 嗯... 敷起來的感覺是... 像化妝水一樣 就是... 迅速的幫皮膚補一層水 但是它比較沒有... 鎖水的感覺 那這一款呢 除了它那個... 面膜質... 很厚的地方還不錯 因為... 面膜質比較厚 你就可以... 它裡面會吸收比較多的精華嘛 所以你可以... 稍微多敷一兩分鐘 那它還有一個... 我超級無敵欣賞它的一個設計就是... 我真的沒有看過別人的... 面膜是這樣做的 它這邊啊 你們看... 它下巴跟鼻子的地方都有... 一個切口 所以... 因為下巴... 人中還有下巴... 就是常常我們在貼面膜的時候 最貼不住的地方 所以你就可以... 它可以把... 讓你把它撕開 就把這邊... 貼過來 像這樣子 有沒有 你就不用... 把你的面膜這樣摺起來 然後... 這邊中間就敷不到 它下巴的地方也... 這個地方真的是... 我沒看過的 你就可以這樣把它密合起來 你所有地方都可以像... 這樣把它密合起來 我覺得這超酷的 但是... 敷起來的... 質感跟保濕程度就是... 很普通 就... 有點像是在化妝水濕敷 然後快速的讓皮膚有一種... 膨潤的感覺而已 它沒有什麼鎖水 讓你覺得很保水的效果 但我還是會持續的用它 因為我真的覺得它那個設計很不錯 接下來買了這個... 這個是... 泡澡用的入浴劑 那...我每次去日本都會... 買個一兩盒這種東西回家... 泡澡 那它這個... 在日本的話比較特別的是... 他們會針對自己的... 因為日本很多溫泉嘛 我們會針對自己每個溫泉去出一些比較特色的產品 像這一盒裡面它就... 有這四個地方的溫泉 像這樣子 就這樣一包一包的 然後總共有18包 然後裡面就是... 入浴劑的粉 那這個... 這一款它裡面比較特別的是... 它每一包的顏色... 都不一樣 像這個好像就是... 乳綠色的 這個是乳白色還是乳竹色 我看一下喔 乳白色的湯 然後就是總共有... 粉色、綠色、藍色跟... 乳白色 四個顏色 我之前有買過就是... 全部都同一個顏色 但是它也是有分很多地名的 然後它後面還會有寫一些... 就是因為讓...讓你... 讓你覺得好像... 喔!置身於日本溫泉的感覺 但其實都是騙人泡起來都沒有什麼不一樣 像那個... 呃... 五色湯 它就寫說... 這是在一個森林裡面 然後有綠色的... 綠色的樹 然後填滿著你周圍 會... 一直聞到樹的香氣這樣 讓你置身在山中的感覺 覺得... 很可愛 他們都會寫這種... 讓你覺得... 很療癒的... 東西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 應該就只是一個品名而已 它... 感覺... 不是真的去那個地方 就是它... 營造出整個包裝的氛圍 讓你... 有一種... 生理其境的感覺 但它其實成分什麼的 我覺得應該都跟... 跟這些地方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買的這個 它是藥用的入浴劑 所以它後面有寫了一些... 療效... 像是疲勞恢復啊... 皮膚乾啊... 肩頸痠痛... 神經痛... 腰痛... 會... 會很冷之類的 我... 我個人是不太... 我覺得這個都是... 看看就好啦 因為... 其實... 你泡湯 你不用加任何東西 就有... 泡熱水 就有這些... 舒緩的作用啊 所以... 嗯... 好... 最後一樣是... 這個... 它是... 髮油 然後... 是柚子口味的話 有... 牌子是什麼 我看一下 牌子在這裡 這個小小的英文字 然後大家看一下 上面會有什麼 Cosme第一名這個東西 嗯... 這個獎呢 它是有分很多很多時期 然後分很多很多小細節的 所以很多東西都可以拿第一名 像是這一款 它就是... 2016的... 3月到5月的第一名 它就是短短的兩個月的第一名 那我其實是... 嗯... 覺得它... 裡面... 的包裝還蠻可愛的 就... 包裝還蠻有質感的 這樣子 一個深色的 印了一點的字在上面 這個呢 我幫大家看一下 它是... 它可以... 它就是一個... 雖然蠻全方位性的護髮油 你可以在... 洗完頭濕濕的時候先擦 然後再吹乾 也可以... 就是... 像現在這樣乾乾的時候也可以用 然後它還有深度的護髮 就是... 你在洗完頭 然後還在洗澡的時候 你就... 滴多一點點在手上 然後把它戳開之後 用毛巾包住 然後你在洗澡 大概10分鐘之後就可以抽掉 那它的頭皮也是可以用的 頭皮可能就是給... 頭皮... 常常會有乾燥感覺的... 頭皮症狀去用 所以它算是一個全方位性的... 護髮油 然後它是用... 高知縣北川春的柚子種子油 它的油... 滴出來是... 有點透明的 因為我原本以為它是一個黃黃的 然後柚子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它柚子味道沒有很重 就是要... 貼近一點才聞得到 可是... 就是很天然的柚子的香味 然後就可以... 就是... 稍微的抹在頭上 抹在髮尾這樣 然後抹一點點油在頭髮上面 也可以讓頭髮看起來有光澤 還有... 可以讓你的毛躁感消失一點 這罐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因為它的瓶子好看 然後... 它的味道... 也很舒服 它的味道不是很重喔 我需要先跟大家講 它味道... 不是那種... 一打開你就可以聞得到柚子的香味 它是... 很淡很淡的味道 但是是很舒服 像是柚子泡茶的那種... 香氣 這個我覺得也是可以買回來的 之後我可能會試試看洗澡的時候 用毛巾包住看看 OK 那我今天的... 日本的戰利品就到這邊結束啦 好 終於把債都捆完了 把... 把戰利品都分享完了 感覺很開心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這影片按讚留言訂閱加分享喔 那如果你們來想要追蹤我的更多其實動態的話 我的Facebook也...